男孩那边闹哄哄的 似乎都想要跟吴平强在一组 而女孩这边则显得冷冷清清 林小竹 我是不会走的 我要跟你在一起 周玉春似乎很讲义气的道 啊 我们在一起 林小竹笑了笑 眼睛瞥向了五彩云 这五彩云很有可能去投奔吴平强 吴彩云自从跟林小竹闹了那一场之后 虽然时不时的也会在管事们面前说说笑笑 但背地里是不会理人的 而且他今天是被四班所嫌弃来考一班 就是奔着吴平强来的 他也愿意跟男孩们在一起 而不是跟对自己有敌意的林小竹他们在一起 所以一听马教习的话 就毫不犹豫地走了过去 众人群里的吴平强甜甜地叫了一声 哥哥 一群变声的压功嗓中 突然出现了一个清脆动听的女生 场中顿时一静 大家看向他来 彩云 来 到哥哥这里来 吴平强 吴平强倒是很有男子寒的气概 一直认为自己带了堂妹出来 就要照顾好她 现在好不容易进到了厨艺班 她当然要带着妹妹在一组的 吴彩云走到她的身边 吴平强往林小竹这边看了看 又扫了她身边 闹着要跟她一组的男孩一眼 道 夏珊 我俩跟几个女孩子一组吧 这话一出 大家都愣了愣 哥 不要 他们成天欺负我 吴彩云扯扯她的衣角 小声道 声音虽小 却正好让旁边的人都听见 吴平强听的这话 皱了一下眉头 又往林小竹那边看了一眼 道 那算了 说完点了几个人的名字 这些名字里自然有下山 道 我们再一组吧 她是很想快刀斩乱麻 尽快地把组给分出来 否则分个组都耽误半天 三位教习不知会有什么想法 麻教习刚才可是被杨宇给气着了 这要是再生气 可就糟了 下山开始没有动弹 似乎在犹豫 毕竟男女之间一直敬畏分明 要在大家的处事里凑到女孩子的身边去 还不知这些人会起什么疯 可听了吴采云的话 她不再迟疑 给吴平强扔了一句话 我去那边 便抬脚朝林小竹那边走去 哇 从来不作声的下山 竟然这么有勇气 敢往女孩堆里凑 有人悄悄笑道 话声刚落 就有人拍了她的一下脑袋 你懂什么 那林小竹是跟下山一个村里出来的 我要是同村 一定也跟她在一组的 好了 你们赶紧组成一队 别让教习等久了 吴平强大概平时也是这样 担任着班干的职责 提醒那些男孩 他刚才挑人 很是公允 因为他自己成绩最好 能力最强 所以把男孩中 长得最瘦小的两个挑了进去 又加上五彩云 和一个跟他玩得好的大个子 一共五个人 剩下的组成一组 实力并不比他们那组差 两组很快地排成了两排 而有那种想往女孩身边凑的 却是不好意思 也担心林小竹他们会嫌弃 并没敢付诸于行动 也因此 另一组的男生就有七个人 这一队人多了 分两个过去 于教习发现 这一队和林小竹这一队的人数 相差太大 而且实力也差得太远 不由地皱了眉头 那我去吧 排在队伍最末尾的杨宇 低声地嘟弄了一句 便直接走了过来 站到了下山的后面 正为下山的到来 极为欢喜的周玉春 一看见是杨宇过来 便满脸的不高兴 怎么会是他 那我们组非输不可 于教习对杨宇过来这队 也是很不满意 随点着那队里 长得最高最壮的一位 道 你到那边去 于教习 我只想待在这一队 那男孩却是不肯 林小竹看于教习 还要再说 赶紧出声道 一教习 我们组有五人就够了 就这么定了吧 林小竹 周玉春心里着急 唤他一声 林小竹转身 给了他一个安慰的眼神 示意他稍安勿躁 就凭刚才杨宇对马教习 所做的那番行为 他可不认为这个小胖子 就是个没脑子的愣头青 别看他跟个白馒头似的绵软 只看他把马教习 气得个倒痒 却没有受惩罚 就知道 这家伙不简单 估计他是对马教习 当众掀他牢底 拿他来做法 感觉很不爽 所以才故意这么做的 完全是一个 半猪吃老虎的货 而那位高大全形象的 吴平强 在点将的时候 也没有点到他 说明他应该还是有水平的 至少不是最差的那一个 最重要的是 他是自愿来到这边的 总比那种不情不愿 被逼着来的 最后输了不断埋怨的人 要强得多 要说周玉春最佩服的人是谁 那当然是林小竹 在他的眼里 林小竹所有的决定都是对的 所以林小竹一时眼神 他就不作声了 两位教席站在一旁 冷眼看着大家脑红红地 把足给分好 这才说了一下课程和作息的安排 早上仍是练功 吃过早餐后 四时实际食材 五时练刀功 未时练勺功 林小竹一听 松了一口气 这个时间倒是不耽误他去清晰镇 凭他两辈子的经验 他知道 老头在吃的研究 烹饪理论上的水平 绝对要比马鱼两位教席高明 毕竟两位教席受身份所限 不可能像老头那般到处游走品尝美食 眼界不够开阔 他要是能一面在厨艺班学习基础的实践知识 一面跟老头学习烹饪的理论 双管齐下 进步一定神速 一段时间后 这些孩子或许能成为优秀的厨子 但有了老头的教导 他就可能成为厨艺大师 只是愿望美好的 可现实 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尽管一直回避去想这个问题 但他心里还是明白 老头在清晰镇 怕是待不了多久了